哎月明,你到底想干什么? 大姐这是说的什么话,我当然是来取代大姐的,大姐难道看不出来吗? 你?你配吗? 既然是以诗会友,那我就以这枚花接下一首。 年年常见傲寒陵,鸭群鹰,有余青,曾被芳心,红日恼诗情,欲至暗香无限意,偏婉勉,静轻盈,经年潇洒照齐庭,更芳心,也争容。 无奈多情,中世西飘零,谁与东军收拾曲,怕风雨搓瑶穹? 好,好一句怕风雨坐瑶穹,好啊,好。 二楼雅间,孔浩钦却没头紧重。 他怎么来了,师父识的? 看来宫里的人是真的险,一个个都往外跑。 汉灵院的人夫子也是当今太子的老师,这位人夫子桀骜不絮,最是情高,也最是迂负,不过倒也公平,他出现倒也不算是坏事。 姑娘这诗可真不错,让我想到了一个朋友,只可惜太不服管教,若是知礼术一些,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。 怎么听上去像时在说师父? 姑娘这诗可是你做的? 不是,是我师父教的。 那你师父一定是为圣人,不知道这诗可有下手啊? 有。 姑娘可否写来? 阿叶明没说话,提笔写下另外一首。 小溪清浅照姑方,水珠娘暗传香。 香染粉蓉,清丽复宫庄,清缕璀璨曾记得,花蜜蜜过雕墙。 二经冷落水云香,念平康,转情商。 梦断乌云,空恨楚湘亡,冰雪肌肤消受损,愁满地,兑斜阳。 一枚花,不错啊,不错啊,姑娘这文采老夫自愧不如。 这也让我好奇啊,想见见你师父是何许人也。 师父不过是个乡野村夫,登不上大雅之堂。 不知姑娘可否愿意将这两首诗赠送于我。 我有什么好处? 木曼先生说,今日我来是要取代我大姐位子。 先生若是将这两幅诗词拿走,我又怎么取代? 哈哈哈哈,你这娃娃时尚,我喜欢。 好,就看在你实话实说的份上,我带你进宫。 但是你要将这两首诗送我,如何? 先生应该是没听懂我说的,我说的是取代,而不是进宫。 我懂,我会上书一封给圣上,绣女是洛洛姑娘,如何? 多谢先生。 客气。 两人交谈,将这绣女身份当成一场买卖,就这样买卖过去。 你们是当我死了不成,你这老头是哪里冒出来的? 我已经是绣女楼的绣女。 你当这绣女楼是你开的,你说换就换,我告诉你,等我当了皇妃,我第一个宰了你。 你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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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这女子怎么能出口如此粗鄙? 你,你这等人不配进宫。 我不配你就配了,年纪一大把还认不清现实,傻逼。